愛的負面能量能有多強大呢 楊錦翔演劇團的新作品 改編英國劇作家沙拉肯恩的《費德拉之愛》 呈現出愛的純粹與極端 劇中主角都是王室貴族 為了呈現主角們毫無隱私的生活 導演特別用四面臺 讓觀眾包圍臺上的演員 他們也在戲中探討科技發達 到底是拉近了 還是推遠了人跟人之間的距離 你尖刻 肥胖 頹廢 任性 你整個白天就在睡覺 整個晚上都在看電視 你睡也輕鬆地在宮裡面晃到 你對別人置之不理 你身陷在痛苦之中 我愛慕你 楊錦翔演劇團新作《費德拉之愛》 描述王室中的貴族 費德拉愛上季子的故事 在不被允許的愛慾流動中 兩個角色的互動引來了毀滅 導演陳世穎說要讓觀眾看到 平常根本沒有意識到 但卻真實存在的情感 你不要這樣叫我 所以我已經超棒對不對 比方說殘酷暴力 每個人心裡面那種極致的 黑暗的慾望 這些東西我們平常就是會在 一些很好的保護之下 就是會無視這些事情的存在 《費德拉之愛》的故事原型 來自於希臘神話 據作家用精煉的文字 呈現許多備受爭議的情節 而舞台指示也非常血腥 這個就是一種導演詮釋 跟創意發想的空間 還是會比較偏向象徵 但是我會希望觀眾 可以在這個象徵當中 感受到那種比方說恐懼感 或者是關於死亡的威脅感 這種感覺 這次舞台設計也很特別 會採用四面台的方式 導演說要讓觀眾感受到 被觀看的感覺 透過無所不在的被看 體會到壓迫的強烈感受 演出中也會使用手機 數位相機 飛行器等產品 陳世英說這是1996年的劇本 但當時的劇作家就已經看到 現代人面對科技的掙扎狀態 也許科技某方面 拉近了人跟人的距離 但是某方面也遠離了 我們很多習以為常 或視而不見的東西 主要角色他在 跟其他角色在溝通的時候 他都還是會一直不停地 使用他的科技產品 那我們就覺得 這個是一種劇作家的浴室 我媽媽說你強姦她 她說了 太刺激了 這不是在開玩笑喔 嗯 當然 費德拉之愛要讓觀眾看到 愛到極端的毀滅慾望 竟是如此巨大 張貝武 我 張貝武